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人若除神以外 别无所恋慕 那么他们就能够见到神 他不见到神就怪了 但是今天你会发现 清心特别难做到 清心的人好像少而又少 那么我们说清心 是不是一定是指道德上的纯净呢 不一定 也不一定是可以局限为 理解为好像我在生活上很纯洁 或者性方面很纯洁 我想这个清心最基本的意思是指 你全心全意的面对上帝的心 你爱神的心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坚持说 小孩子才可以真正进到天国里面 不是因为小 不就是因为小孩子心里干净吗 对不对 这就是诗篇所说的 那寻求耶和华的主类 正是他们蒙应允必得见神 看见神的路就在于我们清心 我们单一 我们纯洁 我们能够专心的跟随神 这样的话 我们必定能够看见神 必定能够在神里面 必定不会陷在黑暗里面 那么清心的对立面是什么呢 那就思绪太多嘛 思绪太多 就想的太多了嘛 你杂事想的太多的时候 你怎么见到神呢 我们若为许多事情的忧虑 那就会失去那上好的福分 就失去了主耶稣他自己 是不是这样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成年人 反倒不及我们的孩子 今天我们很多成年的基督徒 还不及那些小孩子们 甚至我们这些做传道人 很多时候我们很难专心自治的 去跟随主 去忠于神 而且表里一致 或者是心口一致 是不是这样 主要的意思 还是我们心里面想的太多了嘛 我们心思太多了 我们的权力的欲望 我们物质的欲念 我们的杂念 我们的思想 请问弟兄姐妹 如果你是一个常年浪迹于股市啊 房市 你整天在想的怎么样 从这些市场当中牟利的人 你可能在神面前得到灵性的启示吗 你可能得到很多的启示吗 你可能很多时候 常常来到主的面前 神就回应你吗 我是很怀疑了 而且撒旦常常利用很多事情来 引诱我们的心 叫我们失去了向基督所存的 纯洁单一的心 有时甚至是看似一种 甚至是属灵的方式来引诱我们 让我们纯洁单一的心 片里了 如何才能在这个物质世界 世俗化的引诱那么强烈的今天 我们仍然要专心在神的面前呢 仍然能够单一的寻求渴慕神自己呢 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我都面对这个问题啊 求神帮助我们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